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风花粉的自然功效 其实在古埃及希腊的时候已经有用到风花粉了 它被称为神的食物 其实是一种地球上营养价值最高的食物之一 你看到那些黄蜂那么努力就知道 一定是那些风花粉一定是很高的能量 我有听过黄蜂如果消失了地球生态就会完结 其实人类的生活和黄蜂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他们是负责播种的工作 那袁医生究竟风花粉的功效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风花粉是黄蜂在采集花蜜的时候 顺便将花蜂上面的那些男性花的种子 附带在身上的毛孔和脚 它就会将它由一朵花的花蜜 然后飞到另一朵花 在过程里面可以这样说 就成为一个叫做 cross pollination 即是大家是交配的 当然很大部分这些花粉 就会带到黄蜂巢那里 就成为黄蜂的基本食物 曾经所提及 原来我们这个花粉 其实在地球上的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营养价值最完整的食物之一 那么经过我们分析 看到原来 它那个一般的花粉 是含有起码 百分之四十的蛋白质来的 而我们人类所需要的营养 它基本上 花粉里面都有齐了 那么其中一 这些蛋白质 一半是由那些 氨基酸组成的 那么这些这样的 所谓叫做自由的氨基酸 是我们身体可以直接 吸收作为一种 一种食物的营养来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那么 一个黄蜂去采集 这些那个花粉 其实一个 不是那么简单的过程 它除了在那个 停留在花里面 那里 身体就接触了这些 这样的花粉 就黏在身体 那么当然 它也会有些 黄蜂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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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蜜糖 那些黄蜂 就黏在身体那里 那些黄蜂 就黏在身体那里 那所以 在自然界 有时候你见到 那些黄蜂 是布满了花粉的黄蜂 那些黄蜂 好像一大堆 一个黄色的花球 就黏在那里 飞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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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曾经所提及 原来这些花粉里面的营养 是很完整的 但是很多时候 在我们在实验室那里 企图 可不可以 自己都制造一些花粉呢 因为始终 蜜蜂是要吃花粉的 那我们想着 哇 那么辛苦的蜜蜂 来采采花粉 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些人造的花粉 来喂这些黄蜂 那些蜜蜂 可以让它们更容易过活 不会饿它们 但是问题 他们发现 自然界的花粉 在实验室里面 企图去制造和组合 一直都不成功 虽然他们知道 进行数以千计的花粉的分析 用最新的仪器都好 但是始终有些东西 在花粉里面的 我们的科学还没能够 找得出来 到底是什么 而这些东西 很可能是 黄蜂本身 是加进去的物质 所以自然界里面 很多东西 我们还在不断探求之中 所以 风花粉之所以 这么有效 来医治很多 大多数人类 很多不同的健康问题 其实黄蜂本身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壁 不只是花粉这么简单 自然界的植物 叶绿素成长的植物 发生了什么事 连个尸鞋都找不到 是 奇怪 在蜂园里面 其实黄蜂可以说是 数以百万千怀契 如果突然之间死了 应该有些尸鞋 在地上找到 但是结果 我当时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刚去加拿大 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从温哥华去Calgary 沿途里面 我们都要去 停在一些地方 加拿大有很多 风物的农场 我们都去问一下 八卦一下 问一下 那些工作人员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那些蜂蜂会突然之间消失 当时 他都回答不了 当时他已经出现了 但是真正的原因 在好几年前 其实都未曾知道 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种解释 现在我们的抗生素 滥溶 令到很多蜂蜂 都受了一些新的细菌 侵杂 病毒侵杂 死了 也有些说法 就是我们现在的电磁场波 地球的电磁场在变动 令到很多蜂蜂 就迷失了方向 所以 但是 最后来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有些说法 就是现在很多 基因改造的食物 但是 相当于蜂蜂蜂 suffered 可能蜂蜂蜂蜂有所吃 而omen revis 但 最近 很多事情 俗所在的情缝 问题 有些人也不知 几千万的蜜蜂在整个森林、果园里来飞来飞去 人去做,我觉得成功会很高 但总之,今时今日突然之间有消息好像停止了 可能蜜蜂又出现了 也很可能自然界的生物很横强 不容易被你杀死了 蜜蜂是一个很完整的营养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埃及都有很多记载 就似乎我们中国的医学文献里面 都有讲这方面的应用 在中医的立场来说 风花粉会帮助我们的耐力和精力 增强我们的寿命 亦都帮助我们从慢性病里面早些康复起来 令到我们在康复过程的体重增加 可以减低我们对药引的需求 亦都可以调理我们的腸道 增加我们新的血液 增加我们新的血液 减低那些传染病 譬如伤风感冒 因为本身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抗生素的特质 原来对小孩来说 对小孩来说 有些小孩迟钝 和成长出现问题的小孩 那个风花粉也会帮助到他们的 最近发现 它可以保护我们 受到辐射的影响 以及有抗癌的特下 所以您可以看到 营养不良 是导致很多健康问题的 全球性的增加的主要原因来的 而风花粉本身 是我们含有我们身体 生命所需要所有的营养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 很多人 地球上很多人 是不断地用这些花粉的 但是最近大家都听过 因为始终 蜜蜂的彩花 是要很辛苦的 大家也知道 通常一茶匙的花粉 是要一只黄蜂 每天做八个小时 做了一个月才能够 好惨 有时都挺惨 人家这么辛苦 让你一口就吃掉了 所以很多人都提倡 我们不要用那么多 黄蜂的产品 但是始终在自然界里面 人类都是经常依靠 大自然供应的食物 所以在历史上 我一直都是采用这种食物 好了 我曾经说 它的治疗功效是很多的 例如在苏联 Tere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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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研究花 花蜜的机构 他们发现 花蜜 花粉 其实是地球里面 维他命是最完整的 其中有一个叫做Rutin 是一种维生素的一种 Rutin Rutin 发现 如果我们每天吃一茶匙 也好 它会加强微脂血管的硬度 花粉 当然 含有Rutin 是很高的 差不多是最高的一种 它也含有很多 RNA 核酸 和脱氧核酸 所以 可以这么说 蜜花粉 是一个很完整的食物 它所有的成分 是很多动物的来源 是找不到的 所以 在氨基酸 它含有的氨基酸 是多于牛肉 多于鸡蛋 多于芝士 就是同样的重量 而且是非常浓缩的 我们现在知道 蜂花粉 它含有的蛋白质 差不多35%蛋白质 55%是碳水化合物 2%是脂肪酸 和3%是抗物盐 和维他命 很浓的维他命 B杂 维他命 A C D E 胡萝卜素 Celanium 还有蜂蜜 还有蜂蜊 蜂蜂 还有很多很多 在我们科学上 暂时都未能发现 都未能分析出来 而花粉 本身含有超过5000种酵素 和负酵素 是多过地球上所有食物的含量 原来蜂花粉有这么多营养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是说内地有一位女士 好像是因为新的流感而过生 那蜂花粉有没有帮助呢 在蜂花粉的医疗的奇迹里面 其实在公园前400年前的希波格拉底 其实已经是有说 蜂花粉可以用在预防的疾病 和治疗的疾病 其实过去一百年来 在欧洲里面 其实一直都要提及 蜂花粉的医疗 是那种细菌和病毒性的感染 当然包括伤风感冒 因为它有一种抗生素的功效 原来研究发现 在蜂花粉里面有一种物质 其实可以抑制很多种有害的细菌 这种类似抗生素的因素 可以对付沙门士菌 以及很多其他细菌的种类 在长度的功能 蜂花粉也有条理作用 所以蜂花粉是用来帮助 病后的胃口 营养吸收 蜂花粉本身也有相当多的蜂蜜 蜂蜜素 也可以解释对我们长度方面的好处 还有在我们的动物的研究里面 发现蜂花粉是对我们血里面的成分有好的反应 即是它会同时增加白血球和红血球的细胞的数字 即是如果蜂花是用在一些贫血的病人 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 即带氧的成分的红血球 会大大地增加 蜂花粉在我们的饮食里面 也可以帮助我们正常化我们的胆固醇 和我们的三金油脂 亦都可以减低我们的胆固醇和三金油脂 包括将高密度的胆固醇增加 和低密度的胆固醇是减低的 可以说整体来说 令到我们身体的胆固醇 血清的胆固醇是正常化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研究 在美国的农业部做的 当时的研究是说 乳癌是一种C3H老鼠的乳癌 是因为吃进食花粉的食物 令到它拖慢 拖慢乳癌肿瘤的出现 根据这个研究 其实这个研究在1948年10月份 已经在国滥环境机构的杂志 已经登报了出来 即是说50年前已经登报了出来 根据这个文献 那位研究人员Dr. Robinson 初初用一些老鼠 这些老鼠是一种实验室用的老鼠 因为这些老鼠在100% 这些老鼠一定会出现肿瘤的 在一生过程中 会出现肿瘤的 肿瘤 通常在这个研究里面 肿瘤在这些老鼠里面 通常在18个星期到57个星期 就会出现 平均大概33个星期 出现率是差不多100% 这些老鼠在一生里面 一定会出现肿瘤 他研究里面 他用一组 就是喂食物里面 食物里面 食物里面 一万份的食物 有一份是风花粉 他亦都看着 动物的体重 因为如果过轻的体重 本身亦都会令到肿瘤 出现时间可以拖持肿瘤 大家都知道肥瘤 对肿瘤是不好的 好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现 动物的体重 没有因此 没有同时减低得到 还有稍微增加 因为风花粉里面的 营养价值的关系 好了 他看到 他的结论 他就说 是一种很戏剧性的结果 他是没有经过治疗的老鼠 没有吃过风花粉的老鼠 一般的乳癌肿瘤 出现正如一般的平均 是31.3个星期 而出现率是100% 而另外一组 是拖持了 拖持即是吃风花粉 平均出现肿瘤的时间 是41.1个星期 平均迟到9.8个星期 而其中有七只老鼠 是到差不多成 56到62个星期里面 完全都未曾出现到 直到实现停止 都没有出现过 你可以看到 这些老鼠 它们的培植出来 主要是让它出现流肿 你可以看到 简单单 将风花粉加进食物里面 是可以将老鼠的肿瘤 出现肿瘤的时间 是拖落了很多 大家知道 现在 癌症差不多是第二大杀手 我当时在美国来说 心脏味属于第一大杀手 这竟然是一个很好的 很惊人的发现 大家想想 到底 国立癌症机构 1948年 刊登了这个结果 那结果有没有继续做一些 去跟进呢 应该没有 哈哈 大家听过节目的人都知道 是完全没有跟进 OK 完全当作没有一件这样的事 好了 那么 另外一个研究 是卫亚纳大学的 一位医生是 Dr. Peter Hanusa 和他的同事 对25位女性 是做一个指红癌的研究 那这些指红癌 都是全部因为 是不可以开刀的 那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开刀 就只有用化疗 对吧 就是指通西的角度来说 开不到刀 下一步也会用化疗 好了 那有一些 够运点的女性 就在那个治疗期间 她就给她吃一些花粉 枫花粉 发现吃枫花粉的女性 她们对付癌的免疫系统 的细胞是增加了 亦都增加了抗体 亦都在那个养分 和对感染的红血球 都增加了 同时 有花粉吃的女性 她遇到那个 化疗的后遗症都减少 知道了 通常化疗的过期中 因为化疗会伤害我们的 腸道的细胞 好多出院就是作呕作门 但是 那个 荣花粉的那些女性 这方面是症状大大减低了 而且脱头发也减低了 而且这些女性 晚上睡觉 睡觉也比较好 当然 而其他那些 就是其他那些 没有接受风花粉的人 那些症状 全是很明显出现的 所以呢 在同时 在罗马尼亚 另外一个农业的机构 都发现风花粉 是可以加强我们身体的 免疫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身体里面的 血里面的 淋巴球 Lyngfoside 和加码的球蛋白 加码头球蛋白 就是我们身体 制造抗体的 antibody的蛋白质 那这些人 吃了这些 吃了花粉的 蜂花粉的人 这方面的 免疫的细胞 全是增加了的 那你知道 那个 淋巴球 是我们身体 白血球里面的 士兵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增加 是代表 我们身体的 预防抵御的 能力是加强了的 还有 我们所说的 Gamma Globulin 是加码的 血球蛋白 亦是我们身体 制造抗体的来源 这一节时间 差不多 待会回来的 逐致尿法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源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风花粉的自然功效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 原来风花粉对癌症都有帮助 现在很多人都有不孕或者不育的问题 在这方面风花粉有没有帮助 在这方面都有研究对于不孕的问题 发现原来风花粉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卵巢功能 其中的研究就是用两份风花粉 即是在补充剂里面 100份里面用两份风花粉 代替了我们平时用的动物的蛋白质 也有一个就是用100份里面用5份 他发现如果在用风花粉的研究对象里面 他们排卵的程度是加强了的 除了排卵加强之后增加了 它也加强了那个卵子的活的时间 即是活的时间 the incubation 即是蕴酥蕴酿的时间 最有效就是用100份里面用4份 增加到发现在这个份量里面 肯定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功能和卵子 是非常有改善的 袁医生我听说风花粉可以治疗花粉症 究竟是吗 很多人都知道 每到那些花粉茂盛的季节 很多人都出现那些敏感 它叫做黑 fever 花粉热 即是打痴 流鼻涕 流眼水 眼红红 痕痕 想想一下 可不可以用花粉来做医花粉呢 有点像同一疗化的概念 但西医里面 也有一种叫做desensitization 令到你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敏感化 即是用同一个物质去处理它 原来在这个世纪的初期 在伦敦的圣马尼医院的医学院里面 曾经做过这些研究 即是用那个敏感源去刺激身体的病人的 本身免疫系统 来令它产生多些抗体 希望可以减低或者消灭这个敏感的反应 即是有点像我们所谓 用宋鸿仔打疫苗 但你都知道 疫苗注射的问题 就不仅是疫苗的问题 疫苗的针里面很多动药 所以我们在很多科学研究 都认为疫苗是不需要的 以及很危险的 身体有足够的能力 处理一般的儿童病 好了 当前这位医生叫做Leo Conway 另外一个医生在Denver 在Denver Colorado 他用花粉来医治病人 如果病人服食敏感症状 即是花粉 连续吃三年 所有敏感症状都完全没有了 虽然他的饮食方面 和他居住的地方 没有什么改变了 完全没有了事 可以的 可以这么说 是接近100% 当时 刚刚开始 可以用一种 口服性的花粉 他得到的结果 是94% 所有病人都完全没有了任何敏感症状 而还有6%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跟随 没有跟随 没有跟随 他的要求 他们都有改善 都一样有改善 除了花粉热 即是用花粉引发的 所谓烤转 还有很多其他的 滋气管炎 腸胃度的苦羊 大肠炎 扁头痛 很多尿道的问题 都完全能帮助 即是说 花粉治疗敏感 其实不是单单 只是说花粉热的敏感 其实很多其他的敏感 完全都是一样有效的 很明显 除了花粉里面的营养素 是很完整 其实花粉里面很明显 是含有一些物质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那你知道 中医来说 这么多年来都经常用花粉 增强我们的性育 处理很多其他的皮肤上的问题 我听说 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员 都会用 蜂花粉去增强体能 其实是否很普遍的呢 其实这方面 在传媒过去 都时不时都有听到这些报导 很多运动员都习惯 是用蜂花粉的 而英国的运动机构 British Sports Council 里面 他发现 服饰蜂花粉 是可以将人的体力 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到五十到 而英国的王家学会 也都发现一些成年人 如果他用蜂花粉 可以增加个体高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这个是成年人 不是小朋友 小朋友很难说 他在发育期间 你不知道 发现成年人 都会出现 体高增加了 而在1972年 在芬兰的田径组 就是幻数奥林匹克的奖状 原来他们 当时 大部分的运动员 都在吃蜂花粉的补充剂 他发现很明显 是将他们的表现大大提高 是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另外一间 在菲律德菲尔 运动员的会 他们都发现了 很多升级的运动员 都会服用蜂花粉 提高他们的体力和耐力 是百分之二十五 也都知道蜂花粉 可以令到蜜蜜 是减慢一点 最重要 就是蜂花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 不会违规 没有任何化学东西 也没有类固醇 在德国有一位很出名的自然学家 他说 很多我们的蜂蜂蜂蜡里面出来的 一个很好的食物 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最好的健身食品 就是那些大脑健身的食品 袁医生 我想问一个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 其实蜂花粉有没有控制体重的功效呢 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为了体重问题 花了很多金钱 做了很多不同的饮食 摘食的方法 效果都是不稳定的 原来蜂花粉 是控制我们的体重 或者稳定我们的体重 是非常之有效的 我知道 体重 肥胖的人 其实不是因为吃东西吃得多的 很多时候的问题 就是出于身体的身体 生存代謝的出现问题 很明显 蜂花粉是可以更改我们身体的 生存代謝的不平衡的化学物质 可以令到我们身体的体重 出现不正常 增加或者减少 所以如果能够用这种完整的 这么完整的花粉的食物 其实可以将我们身体的体重 是可以正常化的 我们发现 如果在我们需要减肥的方面 蜂花粉可以刺激我们的身体 生存代謝的过程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燃烧卡路里 慢慢地来到加强它的燃烧 我们知道蜂花粉已经被誉为 是一个自然界最好的 最有效的减肥食物 因为蜂花粉本身是一个低卡路里的食物 每盎司 每盎司大概两碗的汤匙 只有90个卡路里 还有蜂花粉本身 也含有很多卵磷脂 这方面有15%的体积 我知道卵磷脂是帮助什么呢 是帮我们身体 溶解和冲走我们身体里的脂肪 所以为什么蜂花粉 是可以发现 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低浓度 脂肪蛋白 比其他很多的营养素 当然了 尽而可以帮助我们 加强我们心脏病的保护作用 还有一样东西 原来蜂花粉食物里的营养素 如果蜂花粉吃得多 蜂花粉是可以消除我们食物的肚饿感 原来它里面有一种成分 叫做Phyloaniline Phyloaniline是一种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 其实有很多时候 在健康店都有卖的 叫Phyloaniline 原来是可以抑制我们的胃口 这种天然的蛋白质 我们的胃口调校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身体感觉到 已经够饱了 不会那么饿 所以吃蜂花粉的人 很多时候 它的进食量是会受到折制的 如果你的体中是肥胖的人 这个Phyloaniline 是可以影响我们身体天然的 食欲抑制的作用的 我们知道 原来是很多外面的 买得到的减肥药 其实这种化学物质 都是跟我们天然的氨基酸相似的 这种叫做Phyloaniline 和Phyloaniline相似的 这种西药的作用 都是减低我们的食欲 当然这种减低的方法 无论你肥瘦 正常的体重 都会抑制你的食欲的作用 但当然这种药物 会令到你的心跳 就是相似的肥腾震 还有药物的肥腾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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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上癮的后遗症 而这个Phyloaniline 很多时候是用在喷鼻用的 通鼻药 但当然这些通秘药的其中一个副作用 就令到你没有胃口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 天然的工具将它成为一个化学药 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合理的 在市面上有很多用蜂蜜、蜂巢成份做的产品 声称都可以美化肌肤 那是真的吗? 基本上大家都会接受 我们的身体外表很多时候反映我们的身体内部 即是一个很漂亮的容光换发的皮肤 身体里面应该是很健康的 我曾经所说 既然蜂蜂粉本身有这么多营养的成分 很明显 即是营养好的人身体的皮肤一定是光泽 应该会更好 即是早期开始使用很多黄蜂的产品 在处理不同的皮肤那些问题 它包括它成功医过很多病人的暗瘡这方面的问题 我知道了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暗瘡 一般的西医都会很常用什么方法呢? 用抗生素 这些抗生素会破坏我们腸脏的抑菌的环境 其实本身都是治病不治病 最后就破坏我们身体的腸脏抑菌 是导致很多免疫系统的问题 但如果用这个方法 即是用一个营养的方法 风花粉是确实 不论外用和内容都好 其实都可以处理很多面部的暗瘡 令到我们的皮肤很年轻 因为风花粉里的营养 包括很多的核酸 脱氧核酸 还有很多天然抗生素的成分 发觉美容这方面 差不多是世界上排头的 他们对美容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很多用花粉 或者其他蜂巢的那些产品 用在化妆品方面 其中一位 Dr. Espiros 在八卦的化学研究基金中心里面 发现 因为风花粉本身含有很多强的抗生素 亦都可以扭转我们的正常 细胞老化的过程 是可以减低我们的皮肤的变黑 皱纹 还有很多皮肤的疤痕 那些 我们所谓叫做皮肤上的那些 是重新的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 亦都相当相当之多 所以 风花粉确实在美容方面 是有很大的功效 我听闻在前苏联的高加索 高原的地方有很多长寿的人 原来他们的工作是养风 他们发现世界上有很多长寿村 包括很多在山区 高加索是其中一个出名的长寿村 当时在前苏联 有一位科学家 Nicolasin博士 他是一位生物学家 亦都是一位植物学家 他当时去这些地方 去研究了几年 很多所谓的年纪 特别长的人 去了解 他发现果然 他就调查了 在那区里面 差不多有成 找到差不多200位以上 年龄高于1825岁 而这些125岁高龄的人 每天还会继续做 每天就在参与村落的日常活动 他为什么会 这些特别长寿呢 他很好奇就去找 结果他找到 他说这些特别长寿的人 主要是什么呢 是养风的人 是养风的人 很明显 在这些地方的人 他们通常都是 比较简朴的生活得来 是很窮困的 他们没有钱钱的交易 通常大家 用那些以物换物的交易方法 很多时候 他们就会 将自己所养的 蜜蜂的产品 用来换换其他产品 当然 通常 养风的人 会换一些 用蜜蜂里面的 干干净净净净净净净的蜜糖 通常将会使用聰明的 disputeetss 需要将这些地霖面用途 存在裂的穴力 放在《穴》底部 那些黑黑的蜜糖 蜜糖含有很多荷物質營養 蜂花粉 反而乾乾淨淨的蜜糖是很純的 剩下的蜜糖是含有很多花粉的成分 這些蜜糖是自己留意自己吃的 沒有什麼人搖搖 黑黑黑髒髒的蜜糖 含有蜂花粉的成分是最高的 而這班活到一百二十五歲的人 基本上很多是用這個作為主要的食用 而依你所說蜂花粉原來有這麼多功效 是的 例如在對關節炎 舒緩關節炎 處理前列腺問題 男士前列腺問題 改良我們的消化 處理皮膚毛病 例如濕疹 牛皮疹 還有荷爾蒙的平衡 譬如經前症候群 或者斷經出現荷爾蒙的不平衡問題 有些人經常都傷風感冒 或者體重增加過多或過少 還有運動員的運動能力 成績可以大大改善 還有身肉的問題 包括筆舉、筆育和性能力喪失 高血壓或者低血壓的問題 神經系統問題 身體的腺體問題 潰瘍 肝炎 肢氣管炎 長期疲勞症 失眠問題 腸道問題 例如便秘 大腸炎 腸擊這方面的問題 亦幫助我們處理輻射問題 亦幫助我們減低過早衰老 以及幫助身體把毒素排出體外 其實我很多年前都曾經試過吃風花粉 但我覺得不太好吃 因為好像膠粒一樣 很小粒 又很難咬 那怎樣才會好吃一點呢? 又應該怎樣吃呢? 通常吃風花粉 很多時候可以將那些味道 即是加些東西 煮得好吃一點 譬如有時候 我們會加些肉桂粉 肉桂粉 現在已經知道 對付血糖 是很好的 這些香料的東西 令到花粉 帶帶點甜的味 也有些人將它做蔬菜汁 那時候就加一些 也有些人加一些蜜糖 或者加一些沙律醬 沙律油 也有些人將它混入花粉醬 但花粉醬知道大家的問題 就是用一些Nuts Nuts Butter 那些醬 那方面加進去 但問題是 有些人對花粉 那方面的產品 可能會有點敏感 所以最重要 我們吃之前 就不要一下子 吃太多的份量 最好慢慢來吃 慢慢加 你才一天加些 一天加些 那是肯定 你到底沒有什麼 沒有敏感的問題 那到底份量應該是怎樣 一般來說 你就會慢慢加 慢慢加 加到每天一茶匙 再慢慢加一加 加到每天一湯匙 一般來說 每天一湯匙 其實一般人都需要足夠 在選擇花粉方面 都要選擇一些 沒有很多污染 但是我們發現 很多花粉 封花粉 在美國和中國 都在實驗室發現 很多時候 有很多重監視污染的問題 所以買的時候 最好找一個地方 是比較少 污染比較少一些 比如紐西蘭那些 整個地理 是比較乾淨 人口少 所以他們的封產品 比較好些 還有 選擇的時候 就記住 好的封花粉 有少許濕濕濕濕濕 不要買一些太乾爽 乾燥 乾燥那些 肯定它的製作過程 就是 汗乾過 可能加熱 那 花粉 記住 千萬不要用來煮熟食 不要加入煮熟食 通常 開了一瓶後 就放在雪櫃裡 保持活力 和新鮮的程度 當然 我建議 一天 一湯匙 但其實 沒有最高分量 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和口感 可以以自己的習慣 不可以 明白了 多謝完醫生 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完醫生 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完醫生 網上會診 可以打以上的電話 2577-3798 或者電郵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謝謝完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k